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在碧玉书弟兄的带领下 开始了北区的职堂 1987年 在北区举办福音晚会 用话剧 诗歌传福音 并介绍教会的成立 1988年 借到现今教会对面 Rimbo Bridge 托尔索 才有了固定主日崇拜的地方 地方虽小 弟兄姐妹们四十多人 同心合一敬拜 学习 主忠用的仆人 也来到我们中间 分享信息 师班的服饰 长老直视的案例 处处都看到神的祝福 和我们的成长 1989年 神奇妙地带领我们 搬入现在的聚会建筑 先是租用楼下的一半 与一个美国教会合用 然后 神让我们于1992年 购买下整栋的建筑 1997年 十年感恩 特别聚会 弟兄姐妹们 以话剧表演来庆祝 教会同时也准备了 精美的礼物 大家欢聚一堂 共灵主恩 教会在神的眷顾下 不断地成长 神并选招长老 直视 出来侍奉众弟兄姐妹 管理神的家 近年来 北区会堂 最先被案例的长老 李立尼弟兄 堂会聪弟兄 以先后在2006年 以及2008年退休 他们虽然在侍奉上退休 但是他们仍然非常关心 北区会堂的事工 教会每年都有年会 向弟兄姐妹们报告事物 并有节目表演 25年来 教会一步一个脚印 从40多人到现今约500多人 从一个房间到现今的20多个房间 从一堂国语聚会到两堂国语 一堂粤语 一堂英语 以及青少年的崇拜 远真与回顾 我们怎能不感谢神的恩典 教会 这25年来 团契的事工也不断地成长 藉由年长的长青团契 金色年华团契 喜乐团契 国语家庭团契 以单身弟兄姐妹为主的光颜团契 粤语的加勒团契 粤语的约书雅团契 粤语的约书雅团契 英语组的咖啡团契 康约书雅团契 青少年团契 并有homegroups 跟姐妹会 教会重视青少年儿童的教导 1995年开始的中午 是孩子们从小学习神的话 走在神的真道中 儿童主日的事工也一天一天的增长 教会的Christine Mack姐妹 经过祷告之后 愿意服侍众弟兄姐妹 成为我们全时间儿童事工的同工 宣教是北区会堂的印象之一 除了支持三十多位在外的宣教士 每年的短宣更是配合当地宣教士的工作 传扬福音 多年来会堂拆派断宣队去美中 泰国 台湾 澳门 中亚 德东 南非等地 各地都有会堂弟兄姐妹的教宗 2009年的夏天 北区基督徒会堂又在神的带领下 成立了基督徒会堂 第六间分堂 三股基督徒会堂 在2010年按照 教会三十多个家庭的弟兄姐妹们 在薛中勇弟兄的带领下 于2009年6月26日 在Persenton 开始了周五的聚会 2009年9月27日 在Persenton的Pilton Hotel 开始了主日主拜 三谷会堂在2010年 办理了吴建志及萧德谦两位弟兄为长老 以及四位执事 共同为教会赤凤 感谢各位弟兄姐妹的带导和金钱上的支持 在拓展神的事工上 同心同工 三谷会堂也即将在 在Plecenton建堂有了真正的家 25年来 神带领我们获奖祂的疆界 神的恩典丰富 远今后 北区会堂能够在北区更广传福音 造就圣徒 让神的名得到一切的荣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